在本次采访中你们将完全遵循本心 不刻意隐瞒不夸大其词 承诺回答的所有问题都真实无误 能够保证吗 我保证如有撒谎 我将在大厂吃不到零食 两个月不点外卖 也没手机 坐在你身边这位是谁 孙一号 长方森 过去的24小时分别都和谁在一起 好 我们一块还有 还有的朋友们拍了衍生节目 挺愉快的 我们昨天应该靠什么影呢 不仅有默契还有体力吧 我觉得还要靠演技 还要靠命 对还得靠命 不还挺幸福 对 你们两个谁体力更好 我经历应该会旺盛一点吧 是我 是你 不行是他吧 是他们 你好你好 你好顺头啊 你别人可不是这个样子 谁说 那我说是我 你们第一次相遇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景 在圣诞节的时候 在圣诞节 网传你们之前在武士就认识这是谣言吗 在武士 哦天舞是吗 那时候不是只带是见我 啊 不在不是在武士在小区门口 啊 对 我们两个是一个小区的 然后之前有一个就惊奇的际遇 有一次我们练完舞 然后下课晚上晚上回去之后 在小区门口 网传他吃东西的时候就看到他从车上下来 反正就我们队友说 哎快快快 那个那个 因为他当时穿了一身白 就特别显眼还在晚上 然后我当时是就是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 我只知道当时有一堆人 然后看起来很像那种训练生那样子 然后但是当时没有注意到 嗯 就是单独哪一个人 因为我急着去看电影 哈哈哈哈 然后其实后来也有很多次都在小区门口碰上他 我哪不懂 这有三五次谁了 是吗 是你不记得 哈哈哈哈 这里的客气留给对方的出印象是什么 高冷 你留给我的是高冷啊 哈哈哈哈 你可学了 我想想我留给你的是啥 话比较多吧 对吗 刚开始的时候你话不多啊 话挺多的呀 不是 就是就是一接触吧 就会发现他其实就是说话还蛮逗的 所以你的高冷来自于 来自于我胡说八道 哈哈哈哈 你自己还知道胡说八道 他真的一点都不高了 然后我想说他留给我的出印象就是那种 一上来就笑 啊 我比较爱笑 对他很爱笑 很阳光 嗯 他是一个臭屁的人 很臭 孩子 哈哈哈哈哈哈 啊 你这很爱嘚瑟 我什么时候爱嘚瑟了 哈哈哈哈哈哈 嘖 哪有 没有没有没有 哈哈 就是他的臭屁不是不是来源于他的颜值 就可能他跟我一块学舞的时候 他就说 他就说 哎 你看我这个动作做对了吧 就大概这种感觉 对 真正认识后的孙银好事 嗯 就没那么高冷 反正还是比较逗的 就说话还挺比较有趣的 嗯 不知道为啥有这种憨憨的感觉 哈哈 我啥时候憨憨的 是不是 我可没有 怎么可能自我认你 他笑起来的时候就哈哈哈哈 不不 我醒不出来你那个笑 啊 你看你看 就是 哎呀 哈哈 这个笑就很让人觉得很快 模仿一下对方最常在你面前出现的表情或动作 哈哈哈 我醒了 那不是这个笑 他还有一个就是 也是也是会跟人像差不多的这样的鼻子 啊 那种 但是 像这么叫 我哪有 有 哎 有有 你没发现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别诱了 他 他最常用的一个表情 你们绝对猜不到 他经常 撕着牙问我 我牙上有多少钱吗 哈哈 主题曲拍给你们自己最喜欢的哪一个段落 可以轻唱两句吗 3 2 1 这一秒手指向蓝铁 我和你 是夏青春心愿 我全力勇往直前 成为彼此的光源 我用意料 冲破所有梦的极限 以你们组成一个组合的话 会取什么名字 孙老师私教小柯塔 孙老师还有这个意思 这什么 这是组合名吗 这不是组合名 我想到一个贼几趴的 说一声 孙常在 对方颜值在你心目中排名多少 Top3吧 Top前三吧 也是Top前三吧 我觉得可以排第一 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喜欢笑的人 因为我觉得就是可以给别人的生活带来力量 对我还没说完呢 Top前三吧 就是在我后面 请求对方帮助时 你会撒娇吗 我俩好像都不太爱他 对我不太爱撒娇 如果让对方帮你一个特别艰难的请求 你们会怎样做 快点 哈哈哈哈 我好像一般会这样 对对对 对我一般会这样 拍他也快点 对对对 他大声很疼 啊 哎哎 哪有 我我好像就有习惯性说求求了 就我不 他会说求求了 对 但是不是那种撒娇类的 就是那种 求求了 很云南风景 求求了 哈哈哈哈 对 如果对方生气如何一秒哄好他 一秒哄不好 一秒有点难 对 就是 他脾气很大 啊谁 我爸妈 他脾气一点都不大 哈哈哈哈 我们两个就是比较像的地方是可能 不需要别人过来 就是一直来说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需要自己冷静的去消化 你们会冷战吗 没有吧 好像没有过冷战这一派了 没有冷战 平时宿舍里占用洗手间时间最长的人是谁 必是他 应该是我爸 鬼知道干嘛 在上厕所了 哈哈哈哈 就很认真的在上厕所 如果上厕所没待止 第一时间想到的人是 我上次反正是叫的他 他在我请示范的 真的真的发生 这是前几天吗 对 我不会忘带的 哈哈哈哈 所以你在你在 嗯 那个还 哈哈哈哈 他那个脑子不太好使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我错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打了别什么 啊 你啊 你看你看 如果对方来之前最大限度能借多少 能借多少 对我也是能借多少 反正现在能借多少 哈哈哈哈哈哈 先答应了再说吧 哈哈哈哈 选一个人陪你看恐怖片 你会选谁 肯定不知道 嗯 我应该不会去看的 我答应比较小 哎不过 你知道不会是你的原因是什么吗 我会建议这样吗 嗯 还是啥 我怕 我怕我看着恐怖片 突然看着看着 然后往回一转 我牙上就 哈哈哈哈哈哈 这就是很吓人 对方特别爱吃的东西 特别爱吃的 我是草莓 我是啥都爱吃 他是什么都可以 但是他会看那个卡路里 就比如说他上次贼爱喝那个巧克力牛奶 然后他拿着巧克力牛奶 然后又拿着那个纯牛奶 然后一对比 啊 这俩热量都那么高 全都放回去了 真的吗 你忘记了吗 在诠释 是的 你当时拿了三袋巧克力牛奶 对 他会下意识的去看卡路里 没必要 胖着就胖着吧 哈哈哈哈哈哈 爆料一个镜头没有拍到的幕后趣事 好像每天都有镜头在拍呢 对 哪有幕后 哎哎哎我想到一个 我想到一个 他在one take结束之后 躲在那个充满废墟的那个四楼的那个 就是全都是废墟 当时没有没有镜头拍 然后他那种大哭 我不知道为啥哭 他跟喝了假酒一样 就在那边崩溃大哭 然后我在旁边特别大声的在那笑 然后他一边很委屈一边说 你在笑什么 呃 你别笑 呃 哈哈哈哈 主要是那次 哎心态有点崩 其实因为 呃 那件压力也比较大 然后再加上one take 就没有 没有挑好 其实 然后 然后 上去的时候还要入reaction 哈哈哈哈 然后 我 然后我当时接到那个姓名贴的时候 他拿过来一张姓名贴 上面贴了一张崭新的A 不是崭新的A 哈哈哈哈 我当时 啊 真的 我当时就就想 为什么这样 然后我就一边一边 一边就是 落着泪一边往外走 然后等到楼梯走到楼梯的时候 我就绷不住了 我就豪出来了 看到孙盈浩在笑的时候 你当时的那些OS是 起开 哈哈哈哈 真的很好笑 主要是 但是那也 就是也没 也推不开是吧 哈哈 就那种 真的是 无奈 有见过常华森高中时期的旧照吗 你读书时的照片是啥样的 我好后期 我想看 啊 哈哈哈哈 这是常华森 哈哈 你是 啊 哎 我真的 我 二十三年我就理过这一次发现 还是 那那次是 不 我一定要解释一下 哈哈 那次是我考试没考好 挥之不去 真的 那次是我考试没考好 然后 然后我心情 心理 哈哈 正常点 我考试没考好 我就跟我妈说 我要去 就是剪个头发 很短那种 她说你去啊 你剪去呗 然后在那理发师跟我 拿推子推的时候 推子上面还有一个 安的一个东西 我说你把那个东西拆了吧 直接推得了 然后 你好勇啊 对 她就直接推了 推了之后 我觉得 哎也没什么嘛 回到家我妈告诉我 不不 我妈第一看到我第一眼愣了 然后说 这么短呀 哈哈哈哈 没有 默契问答 你传舞 妈妈妈 哈哈哈哈 笔心 自拍 啊 啊 睡觉 啊 啊 青春有你 咚咚 卡 最后ending pose 最后ending pose是他学的最不太的一个pose 通过今天的默契考验 长花森和孙迎浩的友情默契考验 只为80分 接下来是我们的友情训言 从今听起 不管和饭多难知 你都愿意和对方相依食堂吗 我愿意 愿意 好像没有那么愿意 好像有点不太愿意 就是不是很想去吃食堂 对 从今听起 不管熬到多难 你都可以陪对方一起练习吗 不愿意 可以 3 2 1